被崔永元刷屏骂真烂,范冰冰的范英太帅气了。 崔永元和范冰冰似乎不是两个可以相交的人。这两天围绕着两个人的骚动并不小。 原因应该是《手机2》拍摄吗?范冰冰也是冯小刚的《手机2》的母亲。 微博于24日晚间发布新闻。 最初冯小刚的《手机》吸引了崔永元的反感,因为手机中的一个角色怀疑崔永元自己。 这也给崔永元带来了一些鲜艳碎语。 事实上,原来的《手机》最初是由刘振云写的《崔永元》指得把刘振云撕下来,但冯小刚被改造后,似乎无法像往常一样镇定她的愤怒,更不用说《手机2》了。 。 由于冯小刚无法演示《手机2》从中拍范冰冰,谁扮演女主角,似乎注定要躺在枪。 。 为了赢得奖品,崔永元嘲笑敢于领导。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用,揭露了范冰冰签署的合同,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工资,成千上万的日常生活费用等等。 。 傅上的文字是怀疑范冰冰是非常坏的,真的是坐在家里的人,从天上来得过的节奏。 与崔永元的情感激动相比,范冰冰的反应开始有点迷惑。 。 当第24号嘲讽她获奖时,范冰冰在同一天发了她的《手机2》,然后为了一个好朋友张亮莹打电话。 。 我曾经在微博上做过自己的广告,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 。 直到今天上午,崔永元发布了一个新微博,称她已经签署了两份合同,两份副本的钱已经四天了,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对象,但也已经引起了范冰冰的舆论。 。 丙冰被骂了几天,没有说话,直接通过演播室发表声明,声称崔永元的一连串话对范冰冰的名誉造成了侮辱和影响,并以取证并采取法律措施来保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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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要师的权利?冰冰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节奏吗? 。 她她只能说是值得范冰冰,谁已经沉浸在娱乐圈多年。 。 她早就磨磨蹭蹭,说不多了。她是干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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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和母城的撕裂。她似乎不能在她身上生存。英俊潇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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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